選手加油 加油 加油 選手賣力滑要滑 這精采的傳統民族龍舟賽事 今年確定看不到了 受到被疫情影響 各縣市政府紛紛取消今年的龍舟競賽 而原定6月24號至25號 在東港西畔辦理的2020屏東縣 端午龍舟競賽活動 承辦單位東港政公所也宣布今年停辦 提議我們中央 我們中央的指示 因為很多都是在室內就是100個人 室外就是500個人 但是我們的龍舟競賽 平濃縣的龍舟競賽 每年都是很大型的活動 尤其每年都是要三個禮拜天的工作天 三個禮拜工作天 就是從農船點金 到那個練習期間 到比賽的時候 又三個禮拜 強調這30年歷史的傳統民宿龍舟慶典 是要三週的工作天 而這大型活動 每年借吸引超過1500位選手參與 加上競賽前的龍舟開光點禁儀式 與端午即將活動 也總吸引許多民眾來觀禮 為了避免群聚 以及賽前選手訓練工作 將不利防疫 因此公所商討並經現場 判斷財事後考量防疫 因而宣布停辦 因為選手就至少 差不多有1500至1600個人 所以我們就考慮疫情的關係 配合中央 就怕那個社區感染問題 所以我們傳統已經30年 賣入30年的一個 傳統文化的活動 那是很可惜很惋惜 不得已的決定 希望說疫情趕快過去 能恢復我們這個地方各個產業 像我們現在觀光是我們的黑鮪魚劑 鑽長強調疫情期間 不僅大型活動取消 現在黑鮪魚劑 地方產業也受到極大衝擊 只求疫情能早日過去 讓各項活動能順利進行 也期待明年屏東端舞龍周賽的 重新登場 屏東新聞不予停留見榮 採訪報導